Hello 大家好 我是火星小焦 这一期给大家带的是一款衬衫哦 这款衬衫的话呢 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款长袖的 然后也是粉丝要求我出一款这种衬衫系列的 然后我就选到了这一款 然后它款式还是挺独特的 这里呢它是有一个荷叶边的一个设计 袖子呢是这种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体的一个款式我觉得还是不错了 后面是这种带一个小扣子的 前面这里是一颗镂空的 不知道穿上身会怎么样 现在我把它试上身了 大家看一下效果 好已经穿上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是把这个衣服给塞在这里面的 然后先看一下这个整体的一个款式 这个袖子呢它是成雷丝的 它带一个小雷丝边的 它旁边是有些小线头的 然后感觉不是很美观这一点 这里有个小线头感觉不是很美观 里面呢它是有加送一个小雕带 但是刚才忘记跟大家说了 它是送一个小雕带 是本一是两件套的 衬衫加一个小雕带的一面 这个整体穿上身的话 我感觉这里是有一点显间观的 因为它这 大家看一下堆在上面的 然后感觉会有点显间观 不过它就是这种款式嘛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摩托图 它还有我上身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把这个衬衫给拉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 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 它是这种的 像一个娃娃衫一样的 这个款式 把背影包给来看一下效果 背影我上次买的 这个包我最近特别喜欢它 这个绿色的夏天飞是非常好看 然后这款衬衫的效果的话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呢 当然就是感觉这款呢 就是不是说非常适合我 可能有的人就喜欢上这种衬衫嘛 就是说喜欢的人就会很喜欢 不喜欢的人就会不喜欢它 那你喜欢这款衣服的测评吗 好了那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有你喜欢的款式 也可以谢谢给小雕 然后请小雕给你安排出测评哦 记得给小雕点赞 这样会有更大的动力测评出更好的衣服 感谢大家收看拜拜